杜沫只顾拍腿长叹 叫苦连连 这也不能全怪他 他提着脑袋 给杰森约迪抢来了珠宝 这杰森约迪呢 却仅用那么一点点的小钱 就把他打发了 而后呢 又拿着这种价格不菲的财宝 慷慨地送给别人 可谓康别人之铠 且一己之欢呢 杜沫自然受不了 不过他还是清楚的 即使那些财富 不赠送给卢雅几件 一样的会被个别海盗 拿去挥霍了 而他杜沫呢 连一个子都别想沾上边啊 这会儿看来 杜沫得等激动劲过去了 才能明白 杰森约迪是个伪善的老鬼 他讨好卢雅 也不过是因人而异 无非是想间接地 安抚我 让我放一百个心 以示他是一个友好的海盗统领 一直呢 在遵守诺言 只要说 我把事办妥了 以后的日子 全是山争海味 被珠光荣华了 我心里边很清楚 从目前的局势看 杰森约迪就算是 把再多的珠宝首饰挂在 卢雅的身上 也不过是玩得一手把戏 因为卢雅看似回到了我的身边 但实质上 依然在杰森约迪的手心里边攥着 好比卢雅之前 关在海魔号上的牢笼里边 现在呢 只不过是把这个牢笼啊 从海盗船挪到了公寓里边了 我去追杀海盗真王的路途 势必是凶险难料 而卢雅在这种是非之地 除了待在公寓内比较安全 又能被我放到哪呢 何况 大门口处还安插了海魔号的眼球 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杰森约迪的控制之中 多么一时还想不通 其实 杰森约迪呢 还是以前那个狡诈抠门的老家伙 他既然敢把珍贵的首饰 挂在卢雅身上 那也就是说 这个人质跑不了 身上的宝贝也跑不了 谁也别想跟他这位 叼烟斗的老家伙耍心眼 卢雅在海魔号上的这些日子 虽然吃好的喝好的 有很多自由的空间 但是呢 也改变不了充当杰森约迪筹 筹码的本质 一旦说我任务失败 或者说计划出现大的偏差 那些海盗随时都会对他下毒手的 砍了手脚 吊在船弦上 斗杀鱼一边玩弄还一边恶狠狠地说 要怪就怪那个不争气的男人 他没本事救你 所以你就得遭受这种罪 玩弄别人最狠毒的一招 那莫过于先把对方捧高了 在一个不注意重中的摔死在低谷 晚餐过后 我把卢雅带进卧室 她又抱着我哭了一头 我对她说出了眼前的形式 她只是挂着泪珠点头 凉酒才缓缓地合眼睡了过去 索马里的太阳升起来得很早 窗户投进第一缕光线的时候 我便轻手轻脚地起了床 杜墨也早早地起来坐在厨房 望着快要沸腾的水发呆 你都交代好了吗 杜墨点了点头 却并没有作声 我从小腿下端 抽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 拉开了湖盖塞进了沸腾翻滚的水中 我和卢雅分离多日 想到仅供处的一夜 就把她送走心中积淀的忧伤 更是有些沉重了 杜墨也要和她的女人多鼓瓦分开了 她这会儿的心情啊 也不大好受 但是我们都是别无选择呀 第二天傍晚 那辆白色的小皮卡 又从山脚下缓缓行驶上来 杜墨坐上他们的汽车 回海摩号向杰森约迪汇报 具体情况去了 我站在三楼的窗台里面 抬着望远镜目送着 卢雅和多古瓦 不能再待在索马里了 这种每过几天 就会出现一场 烧杀抢夺的叛军争斗的地方 根据我的判断 他们或许会被送往毛里求斯 要把衣梁和池春再运作出来 我和悬崖汉天奴便可提着步枪 走上海摩号 清算一笔笔 薪仇旧恨了 可是眼下看呢 我不仅杀不得困在索马里的海盗真王 还得想方设法地保住那个家伙的性命 因为一旦说传出了海盗真王遇难的消息 杰森约迪啊 肯定会立刻跟我翻脸杀人灭口 更为可怕的是 他甚至于会勾结索马里水兵 促使四名一流的杀手合力向我扑来 趁到了那个时候 我不可能再活着走出索马里 活着走出非洲了 半夜时分 我正躺在公寓三楼的软床上 心里边盘算着 多么如何对杰森约迪撒谎 如何把衣梁带回我的身边 突然 屋子中间的桌角处 绑着的小铜铃叮叮当当地抖了两下 我没下床 只把枕头底下的手枪慢慢地摸了过来 枪口盖着布片对准了两扇虚眼的窗户 隐约传了两声吱吱怪异的叫声 听上去记一项屋顶的老鼠 又很像黑夜中掠过窗外的蝙蝠 但是我知道那是暗号 就连忙用沉重的呼噜声回应了外面 只见一个背着两把长枪的黑人 从窗口外面倒挂下了两条手臂 犹如风跟头的蜘蛛 轻快迅捷地插身进来了 一阵鄙夷阴冷的笑声 只有悬崖才有 我慢慢地下了床靠近窗口 朝楼下大门口的几个门位瞟了一眼 却看见五个家伙正抱着布枪在睡大觉 只是海魔号安插在其中的眼球 一阵更换成另外一个海盗 原来的那个家伙和杜沫一起坐着小皮卡 回海盗船去了 带了这么多武器 看样子是要杀人呢 我淡淡地回了悬崖一去 她坐在木桌旁的椅子上 蒙着面筋的脸上 扇着亮道悠悠鬼火一般的目光 那两个女人已经由小珊瑚负责护送 她们这会儿 估计正坐在十网毛里求斯的渡船上呢 悬崖从来不说废话 直接要紧地说 她知道我心里边正牵挂着卢雅 小珊瑚 那个上次用遥控装置 扯掉了贝鲁酒店窗帘的小孩吗 哼 你可别小看了那个孩子呀 他虽然说只有十七八岁 可死在他手上的佣兵不像二十多个 放心吧 路上不会出现纰漏的 真有什么麻烦 小珊瑚也足以应付得了 我没再说话 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收拾一下 跟我走 悬崖大半夜地背了一身的武器 翻过山头来找我 那绝对不是为了告尾 啥谁 血腰从身后摸了一下 丢了一把崭新增亮的FN57手枪 你那把手枪给那个肥胖的黑小子了吧 这种短身武器必须成对的带在身上 要知道 另外几名杀手的腰里边至少别着两把手枪 而你只带一把 一旦撕打起来 势必是要吃亏的呀 我收到了消息 独知巴巴图已经离开了海魔号 天亮时分 那个家伙会在阿瓦伊附近的一个渔港登陆索马里 杰森约迪把他安排到了你的作战前方 一旦他运气够好 愣是把海盗真王干掉 你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吧 一边听悬崖的讲述 我一边整装着狙击步枪 开始打点户外行进的背包 我和悬崖对巴巴图这名杀手的特点毫不了解 之前也没有听人传言他的一些杀人事迹 只知道他被列入了八大恐怖杀手的猎头市场 在上千名乃至上万名的拥兵之中 能跻身到屈指可数的八大名列之中 想来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任何人对他掉以轻心 送掉性命 那可是必然的 练球童的死 也该着我和悬崖走运 没有任何征兆的闪电站 打得他只穿一条裤子跑了出来 而且但要脱节 所以嘛 一亿代劳以二对一的厮杀优势很大 但这次去干掉巴巴图 未必再有上次那种可以投机的机会了 这名叫巴巴图的八大杀手之一 此时那必然是武装好了身体和心态 这才登陆索马里的 也就是说 他已经处于任务的战斗状态 可以随时迎接不期而至的厮杀 你只管带好武器 其他的我已经筹备好了 悬崖做事 向来周密不舒 我们趁着夜色翻出了窗口 悄悄地来到了后山 满天星斗 普照在四野 我们坐上了一辆 被树枝遮盖的小越野车 及时向了阿瓦伊渔村 夜风从东北海岸吹来 靠近摇下玻璃的汽车门窗 徐徐地吹在我和悬崖的身上 鲜的领口呼呼翻动 空气中随着鱼腥味的渐渐的浓烈 距离目的地的渔村是越来越近的 穿过了一条坡上 长满了浓密植物的羊肠小弯路的时候 悬崖猛打了一下方向盘 促使小卡车一个急转 斜冲刺进了树林里边了 我们两个抱着步枪往山头跑 站在高处借助满天簇拥黄月的闪烁的星辰 可依稀地看到远处浮荡的大海 山脚下面便是谢贝丽河的下游 一条花花流淌的宽阔的河面 俯视便可尽收眼底了 用橡皮筏渡到了对岸之后 在一片泥沙冲击地带 长了厚厚的矮树林 悬崖和我相隔六百米埋伏了下来 树林外面隐约看上去像是木屋云集的村落 八八图会途经此处 我们要做的就是瞅准机会把它打死 西北里和两岸的树林很茂密 它们拼了命地生长 几乎遮住了夜空上方的光线 而且地表泛着潮湿的土腥味 仿佛要把人熏透了稀果进去 我站在立刻矮树下 双脚踩在湿乎乎的泥泽里 身旁密集的矮树树冠 好似一朵倒扣的绿荷叶 低垂到地上的枝条长出了肉芽须根 树冠将我扣在里面 长长的狙击步枪被我从杂乱的树枝中捅了出去 通过狙击镜孔溃望 整片渔村的南投静悄悄的 笼罩在黑夜之中 此时啊 如果八八图已经上岸 必须得躲避着附近驻守的军阀武装绕行 他绝不敢从渔村中间冒失地穿过 否则的话 即使那些手里有枪的渔民 也会推开自家木屋的窗户 从他打上几枪 不出意外的话 那个家伙只能从渔村北侧经过 或者说去渔村南侧绕行而过 穿过一片树林后 再度过歇贝利河的下游 往拜博达赶去 碰 矮树林的北侧 传来了一声沉闷浑厚的狙击步枪声 一条赤色的火线从树林里边窜出 直被渔村北侧飞去 悬崖一定是看到了 经过的八八图对他打出了先发之人的冷枪 听到了枪声 我心里满是期待 以悬崖的狙击水准 他既然敢开枪说明一定有十足的把握射杀目标 但我刚要抽回步枪朝悬崖的方向奔去 碰 又是一声沉闷厚重的枪声 仿佛刚才射进渔村北侧的那条红紫的火线 又给反弹了回来 静止地打入悬崖附近的矮树丛 我心里边咯噔一下子 满腹期望顿时破碎 敌人分明在向悬崖回击 八八图可能还活着呢 鸡马 快撬 我刚跑到距离悬崖二十五米远的地方 一条袭来的火线竟从我身后是横出而过 我即刻趴倒在泥水中 抱着步枪向前扑扶 头顶上面那犹如流星倾泻 无数条火线嗖嗖嗖地划过 悬崖严肃地说完 自己也扑倒在地 他率先地朝树林深处 蹭蹭蹭地爬了过去 头顶胶织的火线是越来越密集 坚明呼啸的子弹 噼里啪啦地飞进了矮树林 打得无数细碎的枝叶 是散落了下来 一看便是大事不妙的 我急忙掉转了脑袋 跟在了悬崖灯爬时 搅浑的泥水里边 快速地跟紧扑扑 没带爬出五十米 身后轰的一声巨响 几棵长在泥沙上的矮树 根须树冠倒置 拔地飞上了天 崩碎的枝条和泥点 落得我和悬崖满脖子都是 不难想象啊 假如一具血肉之躯 给那样的火力击中 会是怎么样的一副惨景呢 混蛋 趴在前面水沟里边的悬崖 抬起了它扎进泥水 躲避蛋片的脑袋 使劲地摇晃了几下 从那密集猛烈的火线 打过来我们就知道 这是遭遇了机枪的袭击 一声巨大的爆裂 进一步告诉我们敌人 不仅使用了机枪 而且是那种 支撑在坦克车上的机枪 这会儿那四周轰鸣不断 飞溅起来的树枝泥点 和落下来的树枝泥点 交织出了暴风雨袭来的景象 把我们两个口鼻堵塞得异常的难受 一时之间呼吸都成了问题 哪儿还敢站起来奔跑啊 我和悬崖 只能向两条受惊逃窜的鳄鱼 继续地用四肢玩命的灯爬的地表 不顾一切地朝树林里边钻着 我当时明明看到 一个鬼鬼祟祟的黑眼 好像背着鼓鼓的行囊 并抱着一柄长长的极其步枪 从渔村的北侧绕行过来 当我一枪打爆他脑袋之后 才知道这个家伙 根本不是要射杀的目标 我不断地用嘴唇刮吐着舌头 清理绷进口里边的泥沙和树叶 听爬在前面的悬崖如此一说 心里边顿时明白了 八八图不仅在登陆地点和时间上 做了周密的考虑 而且在行建的途中又设置了幻象 目前推测 他可能带了两到三名随行者 其中一个随行者呢 被他放在了蜗牛触角的位置 在地势平坦的夜间行军 一旦遭受埋伏的冷枪 走在后面的八八图会立刻警觉 当然了 警觉的代价是要付出性命的 但不是他八八图的命 八八图这小子 是个墨西哥城的一个古尔 他从小在地下杀手组织中长大 还没有和我们正式对决 就阴了我们一招啊 悬崖断断续续地说完 开始蹲跪弓背 缩低了脖子 朝树林后面望了一眼 他又示意我快速地往河边跑去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